來負責聯盟都很容易 只要按照規定嘛 沒有辦法去解決問題 對不對 你問 會長要先接受一下 不是我這邊先講完了 這不合理的事情嘛 所以 要衛權 說是要顧權大局 衛權已經顧權大局 顧了多少大局 外面的輿論是怎麼樣 講聯盟的 所以對這個新界的球隊 都不友善的氣氛是多麼高 對不對 好吧 因為就 可能 也 大概一樣 沒有我是覺得說 如果這個是他們 到最後是改判的 那我就算了 你知道嗎 或者是前面兩次成功 那也就 過一次至少一次成功 那也就算了 三次都沒改判了 兩次都沒改判 你來聽他咧 那就是 我不是覺得真怪怪的 如果說 當然如果是 最後他改判 結果成功 那當然 我就不會出去 我就是 大概這個意思而已 那在球技中是不是有發生 蠻多像類似這樣的狀況 譬如說主審或是說裁判 這些問題 沒有其實還好 我覺得裁判這種 也是 不是很好當 我老實講 不是很好當 因為有時候 一瞬間就要決定 save or out 那個 是 很難嘛對不對 但是 這個我就有點覺得 沒辦法 所以說前面兩次都失敗 那你 你自己 還 決定 讓他 挑戰 那我就覺得 這是 怪怪的 沒有 當然如果是我家人 我也是會啦 我也可能也是會這樣做啦 但是 就是 我也是覺得 這 打扮可能 還要再 加一個 所以說 為什麼他已經用完兩次了 他為什麼可以主動來看 喔 這邊是直接把 這球內野的滾地球 有幾方向 有幾手接到 哇 是三壘來補啊 哎呦 哎呦 還是有踩到 哇 但是又拉到了 朱祥林 這還踩得到嗎 再來看一下這一球 跑得不太夠 應該多跑個半步 哇 這個又踩到了 厲害了 這邊現在是 五瑞勝來守到 一壘 讓朱祥林來守到 游擊守的一個位置 延伸到最極限 那這邊 現在是 竹神有意見嗎 那這邊 該不會竹神覺得沒有踩到嗎 7局之後 哦 是主審自己要看 厚一點點 我覺得8局之後 可能比較是 我自己覺得啦 7局的話會覺得 有點點多 好 這邊電視輸出局 out的 沒有問題 第一經過第二次的確認 吳瑞勝的 全身延展性 還是能夠抓到 球球球 那邊 腳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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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 跟著 哇 撐在 擂貓上 這等於是 踮腳還伸到最遠 這要請個宵夜 欸 這邊 但是葉總上來 這邊有點火爆 但剛剛是確認不是一個奧德的判決嗎 那為什麼葉總在畫面一回來就被趕出去了